一三學冊倒數三十天 各課又不同備證方式 尤其國文去年被點皮偏難 課外題材過多 所以今年老師建議 至少兩天寫一回事件 從錯誤的題目精讀沾要 又能分析是六大文類的哪一類 至於十五篇選文 依舊得畫上信號 但是十五篇選文 它其實就像北極星一樣 它是一個方向 它不是一個框線 所以在文本的閱讀上 假設我們發現 這個事物選文裡面 其實有台灣的文學 台灣的選文 不管是模擬考題 或者是歷屆考題的練習當中 要去注意 台灣的選文 是怎樣的篇幅 或要怎麼樣去結構 非選擇題又拿分關鍵 通常是雙文本對看 等要截取訊息 再統真解釋 有四大句型答題 分數也容易入代 它一定會有答題的範圍 跟它答題的形式 也就是說如果它請你從假文裡面去尋找答案 那大家就要去把答題的範圍看清楚 數學重點單元要注意 數位有三次多項函數 還有一次近似函數 但別糾結在太難的題目 數B則是生活應用題多 建議每三天就要寫一回事卷 至於英文 要求自己每天熟記一篇大考中心的作文加作 你可以選擇一個題目背一篇 然後讓自己能夠熟悉各樣題目的書寫方式 一天100到150個單字 每天至少寫三篇閱讀測驗 而社會自然科要掌握地理關鍵字跟時事相關題目 包含總統參選資格跟選霸制度 自然基本單元不能放 考生在最後的30天也要好好分配時間衝刺 想辦法拉高級分選田志願才有更大彈性 八旬暫停賴全委台北廠商報導